据环球时报消息 今日英国美日电讯报报道称 由于德国继续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导致俄罗斯在面临制裁后仍能获得大量资金 因此若德国不停止这一举动 那么德国也应该被国际社会制裁 报道称任何购买德国商品的人 都是在为俄罗斯提供战争资金 据了解这边报道的作者是马修林恩 他在美日电讯报彭博社等媒体 担任财经新闻专栏作者 马修强调 由于俄罗斯面临西方多国的制裁 全球天然气价格飙升 这也导致俄罗斯从与德国的天然气交易中 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每日大概有8亿欧元之多 因此马修号召国际社会应当对德国实施出口禁令 呼吁消费者不购买德国生产的各种产品 避免间接地责助俄罗斯的侵略 他相信这些举措对德国的打击将是有巨大影响的 对于制裁德国的效果和做法 马修分析道 可以从法国日本和韩国等地进口工业制品 以取代对德国产品的依赖 可问题是替换货源是一个非常耗时的工作 显然不可能在短期完成 这对于瞬息万变的俄乌形式到底能起多大作用 能不能来得及实在是不好说 实际上现实中的德国也远没有马修在文中写的那样 和俄罗斯亲如一家 无论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还是在国际上发声批评俄罗斯 德国都并没有显著的落后于人 至少远没到需要被西方集体围攻制裁的程度 但如果看看马修在社交媒体的发文 那或许我们就能理解他的这种拧巴了 在他的推特账号上 他曾发表过许多反对德国的言论 尤其是指责德国在欧盟和西方阵营中拖后腿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修会喊出制裁德国这话了 当我们认为他觉得制裁德国是打压俄罗斯的手段 可能在他心里制裁德国本身才是那个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